年尾減價,雙十一,Black Friday 真是C-Line出手訴負的好時機 話說Facebook已經淪為我看新聞找產品資訊的平台 兩年前買了一套Modori 都是多得Facebook不斷彈他的廣告出來 本身都覺得是時候要換那套 正當我在想不如買其他品牌的時候 他又彈出來說 市上最低,只需半價 648元,頂! 那不是買吧 按下去發現原來是暖粉色才是648元 我用的唇白色要748元 暖粉色好像很粉紅 但便宜多$100元 白色比較好,我喜歡白色 但買白色好像沒換過 拍照通常有色差的 他寫暖粉色不一定是粉紅色的 Pink Beige Pink 可能Beige比Pink 就是這樣,我經過了幾多次天人膠戰 最後我買了暖粉色的 一起開箱看看我會不會後悔 跟之前一樣,拍得很整齊 包裝非常好 先打開手柄 不算很粉紅 它是偏橙、偏螺粉色的 然後開個24cm的煎冰 煎東西就完美了 炒東西我就不會用它了 太淺了,一炒菜一定會飛出街 開頭用的時候是最爽的 因為它真的完全不貼底 雞蛋、魚真的可以在上面滑來滑去流冰 看看這次可以用多久不貼底 再開一個22cm的淺湯鍋 我做衣麵一定會拿來滑衣麵 因為尺寸真的剛剛好 適合 我做青酒煮蜆都會用它 連鍋一起上桌,很方便 之前用唇白色的,我做紅酒燉牛肉 都沒有染色 這次我就沒有另外加錢的鍋蓋了 最後就是18cm的湯鍋 它是連上蓋子的 這個尺寸永遠是廚房出場率最高的 用公仔麵 米粉 翻熱湯 材料飛水 通通都是用它 可拆式手柄其中一個好處就是 三個鍋可以放在一起 但我覺得最重要的是可以圓窩上桌 都不會有手柄阻礙 可以洗小碟 我在窗邊陽光下看清楚一點 它的顏色真的沒有觀望照片粉紅 是很淺色的裸粉色 越看越喜歡 這次真的沒有買錯 雙十一MUJI有九折 巡禮也要看看 它的循環線竟然做八折 還要額外再九折 即是原本590元的循環線 我線一線 即是424.8就買到了 四百多元買到Made in Japan的風扇 當然要趕快帶回家 它有五個不同的角度可以調校 但不可以左右動 有三段風速選擇 第一段藥風基本上就聽不到聲音 第二段中風開始就不算低噪音 你也會聽到聲音 第三段強風速更加明顯 不過這個也是放得很近的聲音 低不低噪音我就不要緊 最重要就是浪衫的時候可以快點乾 到夏天我又沒有那麼怕 冷氣沒有料到 雖然它很大塊 但真的很貴 然後又讓我看到這個BITTA的優惠 又是差不多半價款 還要送兩個濾心 租屋一族真的不會想花錢 裝完整的濾水系統 但不想喝完水 喝水喝得安心一點 所以一直都有用它的濾水壺 濾過的水真心是好喝一點的 但每個月換濾心 又要洗一個壺 真的挺麻煩 看到這個按底 水龍頭又安裝到 就帶它回家了 很容易安裝 用銀子留在旁邊 把電磁膠剪掉的時候安裝上去 套上蓋上去 然後選一個適合的圈圈 加入濾心 扭食就可以用了 當然不會無時無刻都用過濾水 撥上去就是平時的水喉水 還有花灑功能 撥向下藍色這個就是過濾水 一個濾心可以濾600公升的水 粒電前就是用來顯示正如的過濾容量 因為我已經用過了 所以就不是600開始 而且之前也要開濾水器過水 沖2分鐘才可以正式用 喜歡我的分享的話 給個like 留言分享一下大家有沒有些划賣情報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按旁邊的鈴鈴 下次有新片就會通知你 訂閱留言 悶 Cau 加入不要對話 從未使用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